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种动物的叫声 是不是很瘆人 它就是蛇蜊 一种体型比猫大 外形酷似猫的一种中型肉食性猛兽 雪地上一只蛇蜊从后面 攻击毫无防范的一只白尾鹿 白尾鹿下意识地反应向后一踹 正好踹中蛇蜊 蛇蜊这种耐性极好的动物 也许已经在某一次吃福了很久 终于遇到了猎物 怎么可能被小小的攻击打退 蛇蜊迅速跳到白尾鹿的头上 四肢死死抓住白尾鹿的皮毛 力齿死死地咬住白尾鹿脖子上方 蛇蜊体型小得像一只大个子的宠物猫 就那么挂在白尾鹿的头上 体型比例相当不和谐 但是蛇蜊任由白尾鹿在原来不停地转圈 甩动头部 就是不能摆脱蛇蜊 而蛇蜊则可以在白尾鹿的脖子上 慢慢地撕咬 直到白尾鹿失血过多 力摔而死 大家看到这里 也许不觉得蛇蜊有多厉害 但是看到下面这处战斗 也许会改变蛇蜊的印象 同样是在一出雪地中 血迹斑斑的雪地上 躺着一只看着不再动弹的白尾鹿 而白尾鹿旁边就蹲着一只 看着就像是经过一场大战的蛇蜊 浑身毛发沾满血迹 毫无疑问 这只蛇蜊猎杀了一头 体型比自己大十几倍的白尾鹿 蛇蜊毕竟体型较小 猎杀大哥的白尾鹿 自己也是累个半死 就那么蹲在地上 恢复着体力 好等下享受猎物 蛇蜊也许是恢复了一些体力 准备享受猎物 爬上白尾鹿的身上 准备从脖子下手 哪只白尾鹿没有彻底地死去 白尾鹿突然踹动着四肢 挣扎着 也是把蛇蜊吓了一跳 蛇蜊松开白尾鹿 躲在旁边 静静地看着 就挣扎了一下的白尾鹿 再次地靠近 而这次不出意外的 不再动弹的白尾鹿 最终成为了蛇蜊的食物 看到这里 也许很多人有疑问 这小小的动物 最终是怎么猎杀 比自己体型大几倍的猎物的 其中最终归结于 蛇蜊有着锋利的牙齿和力掌 作为猫科动物的蛇蜊 和豹子 老虎这类猫科动物一样 都有着锋利的牙齿和力掌 长度在五厘米的尖锐牙齿 可以轻松咬破动物的皮毛 而牙齿上还带有血槽 由于体型较小 蛇蜊捕食 比自己体型大的动物 往往会死死地咬住猎物 不松口 等待着猎物 慢慢地失血过多而亡 蛇蜊虽说古时象鹿这些体型较大的动物 但是还是主要以野兔 松鼠这些小型动物为食 生活在森林灌丛地带和山岩上的蛇蜊 猎食松鼠可是毫不费力 就像这只松鼠 它可以很轻松地往来于树枝之间 但是它遇到蛇蜊 很难逃脱最后的命运 松鼠不停地在树上跳跃着 蛇蜊紧跟着松鼠 不到10秒钟松鼠就成为了蛇蜊的猎物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